监察院61年度总检讨会议 在今天上午的会议中 先报告了全院纠谈案件办理进度的年度报告 以及院会决议案执行的情形 马庆瑞和金月光等委员在检讨中表示 全国上下对监察工作的期望都很高 所以过去一年来监察院的表现表示不太满意 所以监察院的各项工作 应该尽量的再求发展